对岸公开的1500队级新型隐身导弹护卫舰概念图变水印,话说,自从对岸委政府的空心菜上台后,就开始大力推动了诸如国船国造,国舰国造之类的计划,虽然这些计划多半如此人说梦般可笑,不过依然有些产物,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这部,近日,对岸就公布一款计划,用的新型隐身导弹护卫舰的概念图,出于技术、成本等方面的考虑,对岸自行1500队级新护的海舰二舰空导弹采用的是倾斜方式发射空旷处,一旁自为雄风反舰导弹发射箱,这样做虽然比较简单,但是会牺牲舰空导弹一定的设计舰水印, 从目前公开的消息来看,对岸的这款新型护卫舰,排水量约为1500吨,属于护卫舰中的轻量级选手,其搭载的装备包括了一门采用隐身炮塔外科的奥托76毫米舰炮,据说经过了一定升级和改装,具备发射防空制导炮弹的能力, 两门XX102型20毫米速射计关炮,四座双连装雄风反舰导弹钦斜发射箱,装备的反舰导弹型号,可能为雄风2,当然也可能会是雄风3, 两座八连装海舰二舰空导弹倾斜发射箱,装备由海舰二舰空导弹,一座海舰铃进程舰空导弹发射装具,装备由海舰铃进程舰空导弹,以及相应的舰载雷达核武器火控系统, 且该舰的舰尾设置,有舰载直升机起降平台,因此具备起降一架舰载板前直升机的能力, 对岸新型1500吨极星护舰尾部的海舰令,紧承舰空导弹发射装置, 宏矿处GX的102型20毫米所设计挂炮红圈处舰水印,可以说,从上述该舰配备的装备上看, 该舰采用的基本都是目前对岸较为成熟的舰载武器作战系统, 因此该舰至少在未来比对岸外外的其他一些不太切实际的军舰更容易实现建造和服役, 且就目前而言,其作战能力似乎超越了我海军目前装备的排水量约1300吨左右的056系列导弹护卫舰, 然而这也仅仅只是表面现象,若要说我海军护卫舰里的主力,那应该是054A,而非056系列网络,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军目前服役的这些056系列导弹护卫舰, 主要是取代曾经的037系列护卫艇,这时主要执行的也是一些开江护院的近海作战任务, 当然,056的改进型056A,增强了反潜作战能力,使其可以更好的胜任近海反潜作战, 因此,056系列导弹护卫舰,并不是我海军战时的主力拳头, 而对岸计划中的这些1500吨极星护载起海军中的定位则是一型主力舰, 故而,如果真要拿它来与我们来做个对比, 那也应该是我海军装备的054A导弹护卫舰, 而不是056系列,不过,若是拿054A导弹护卫舰来与对岸的这些1500吨极星护作对比的话, 那简直可以说二者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 国海军056A型导弹护卫舰配备有拖曳深入等专业反潜设备网络, 其次,虽然对岸的这些1500吨极星护, 在大部分作战能力上要强于我们的056系列, 不过在反潜能力上,我们056系列中的056A可能是要更胜一筹的, 毕竟从目前的线线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对岸这些1500吨极星护配备有雷似反潜鱼雷、 拖夜深奥等专业的反潜装备, 当然,也有可能人家并没有画出来, 后世说不定会安装, 我海军056型导弹护卫舰588舰全中号, 该舰采用了一定的隐身设计, 其上面的英机83J反舰导弹射程最远可达2XX公里, 且配有鱼器系列反潜鱼雷。 最后, 现代的海战, 早已不是搭舰之间的相互对决, 而是体系与体系之间的对抗, 因此, 在这一背景下, 这时的056系列导弹护卫舰大, 可以发挥, 我海军体系化作战上的优势, 在其他作战平台的支援下, 更早的发现对抗这型1500吨级的新虎, 从而发射射程可达2XX公里的英机83J反舰导弹, 对其进行有效的摧毁, 更多有趣好玩的军事文章、视频、图片、电影、游戏, 关注中午四位面,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